在Lesson 7 中,我們會介紹一些Tips & Tricks,以及一些細節的Operation 首先,我們會介紹一下畫一條Curve,頭尾的Tengency,怎樣去控制 第二,就是講Polygon的Editing,除了Face可以Extrude之外,Edge都可以Extrude Extrude之後,我們有很多Operation,例如,Face相反左時,我們要Reverse 或者我們可以Merge Vertex,來貼上Polygon 最後,我們會介紹一下,例如,做UV Mapping 的時候 如果Tips & Tricks不配合,我會怎樣去做一個細節的UV Editing 在這裏會介紹一些不同的Operation 通常畫一條Curve的時候,我們會用Open Close的方法,來把Curve的尾會接合 但有時候會發覺,未必是很完美地練到Tengency 在這裏會介紹一下,我會教大家,用一些很簡單的方法 令到Curve的開啟和尾會變成一個很完美的Tengency 首先,我會在Curve裡面,用CV Curve來畫一條Curve 我任意不同的方法,就是讀不同的點 在最後,我會把Curve 接駁到尾會接駁到尾會的尾會 接駁到尾會,然後,你會發現,接駁到尾會不會完美的 有些曲位,如果有些問題,如果Extrude會有些問題 先选择一个Vertix,然后选择尾的Pont,然后选择到尾Pont,然后选择到最后的Pont 然后选择到Curve的头位,然后选择去Curve的头位,然后选择到另一个U 选择后选择到D去Normal,然后选择Scale Tool,选择大Vertix,选择到后面 这个就是我刚才由头到尾都是选择的 这个Scale的意思就是一个直线的Scale 变成第一个点和第二个点和最后的点是一条直线 变成一个Tengency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用Scale和Center的方法令到截位是Tengency 接下来就会讲一些常用的Polygon Editing Tools 除了Face Extrude,我们也会用Edge 来Extrude 我们也将不同的组织绑在一起 我们有一个工具叫Merge Vertex 也有时我平常反转,我们以前用Curve去Reverse 其实是可以选择Polygon Face再Reverse 这些工具都会很想用的 首先在Scene上面,你可以看到一个Polygon的圆形 我们可以选择Extrude 我们可以选择Extrude 首先选择Extrude 然后选择3个Extrude 然后在这3个Extrude同一时间可以Extrude 因为我们是Center的 Keep Face Together 你看到Extrude有3个Polygon 另外我们也想再Extrude多一次 然后选择Extrude 然后选择Extrude 你会发现那3个和2个是分开的 不是贴的 当然我想贴成一个 那么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在这里选择Verdex 选择2个Verdex 然后在Pool Down menu 我有一个叫Edit Mesh 里面有一个叫Merge 那你Merge 里面我按一下Apply 你会看到它会贴在一起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完整的Extrude 那有时候这些Extrude 有时候会Reverse 所以我可以选择 要Reverse 的Extrude 然后在Polygon 的Display Polygon 的Tools里面 第三个有一个Reverse 这个可以Reverse 的Extrude 你会看到它是相反了 那我现在再Reverse 再选择 那就可以把它Reverse Reverse Normal 很方便 就不需要你之前的Curve 了 For Texture Mapping 接着会深入一些 说一说UV Editing 在UV Editing 我们先用同一个Scene 首先拿一个Shader 先用一个Trackers Mapping 我提供了 你会发觉 Trackers 它不配合 就是那几个 好像Full Image 两个UV 的Alignment 是不同的 我们会 右上边的Workspace 打开UV Editing 看看为什么 你会看到 其实我 看到一个Mapping 例如我每一个Face 我们选择Face 你会发觉Face 是Fullly mapped 而那圈圈 另外 是放在中间 所以这个就是 有少少分别 我要Edit 每个Polygon 的UV 让它整个Mapping 上去 首先我们选择Face 把Face 选择之后 在右边 有一个UV 我们将UV 用Move Tools 移动 移动 你会看到 我们拉走 这个就是Polygon 的Mapping 我们连续有五个 就移动五个 其实你会看到 我拉到它的时候 左手的Mapping 是interactive 看到我Mapping 是什么 右手的Mapping 就是UV 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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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ping 的Mapping 每个Polygon 都有它的Mapping 每个Polygon 放在这里之后 我们其实想 放在好的形状 变成Mapping 所以要找到 哪个Edge 去Match 到Edge 你会看到 其实在Hightlight Edge 它会连到Circle 那边 因为在那边 所以你会看到 大概的位置 我们应该把Circle 的Edge 找回 这个就是Edge 我需要 把Mapping UV Rotate 整个Circle 来摆回 位置 比较方便 所以我就选择 所有的Face 用Rotate Tools Rotate 是Rotate 到那边的Angle 所以 比较容易 比较適合 Edge 我现在 Hightlight Edge 你会看到 Edge 就是这个位置 例如 Edge 这个位置 有点不同 UV 那边有点不同 所以我选择Face Rotate 90度 让两个Edge 可以放在一起 我们把它列在一起 再看一次 Edge 所以下面的Edge 加上是Rotate Rotate Rotate 而在组合 在组合 组合 而在组合 下一个日期 这位置 就要对 下面的Circle 要Rotate 90度 所以 Edge 要Rotate 90度 UV 另一个 再是Edge 下面的Circle 也不错 所以 把Circle Rotate 90度 讓它的H跟隨它的H 好了,最後一個 其實我正在剪輯的UV 不是在Polygon的位置 所有H都對齊的時候 我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它們聯合在一起 在右邊 剛才我對所有H 紅色對紅色 右邊有一個叫做Saw Tools 我們看看下面 有一個叫做Saw Tools 即是把它們聯合在一起 按一按Saw Tools 看到它們可以按一按 按一按 它們就會把UV 縫在一起 縫在一起 縫好之後 可以選擇 選擇 所有的Polygon 把它們測移 因為測移 測移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Mapping 開始 對上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要放在圓圈裡 然後我們想要黏在圓圈那裡 我們要查看 其中一個面部的面部 你看到其中一個面部 是配合的位置 我會把整個Polygon Move和Rotate 去對應我應該的那個位置 由于来,UV就会变成圆形的复材,斑方便会变成圆形 我们将线和的方向,正是相应的 选择面向,将线和固定复材在圆形的复材 一部分再分辨左右 对护D的位置 左边有点不平常的 要慢慢把形状的遮蓄,对护D的平均 再次确认,是否红色对红色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梳图图,把它梳在一起,如果符合太大了,按了B按键再拉,就可以把符合缩细了,梳完之后就变成一个完整的UV 通常新制作的东西都会用这个UV editor去查看它的Polygon,UV mapping是否正确,选择所有完整的UV 其实我现在选一个蝇角,就是将它的增加至少一点,例如调整,Rotate, oderMove 或者改作纖图,去慢慢改变更多的一根图图 然后现在,选择纖图,再移动它,这样把它转开,平均了一点,那就是大家的面图是差不多 完成後,我會選擇整個圖片,把整個圖片放在圖片上,就變成一張圖片,就是剛剛遮蓋好整個圖片 這個圖片未必能做到最完美的圖片,但在左邊有一個完整的圖片,就是為了一個新的圖片